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天如此啊 晚上饭有次都不吃就去跳舞了 晚上回来很晚 说说都不行 不知道他去哪儿跳啊 有时唱歌 有时歌厅 有时舞场 他这个人呢 怎么说呢 小心眼儿 一天都怀疑 又怕我很男同事了 在一起跳舞了 说我打扮得花字招展 哎呀 又去够男人了 又这么弄 哎呀 跳毛病 跳态度了现在 哎呀 你别说了 越说越没意思了 那你跳舞不和男的和女的跳啊 你跳舞 打扮得我招致花展的 我为了跟你男人 年轻人也没打扮像你那个四肩呢 每个女人都爱打扮 懂吗 晚上回来很晚很晚的 你一点都不理解女人 那吴婷晚上记得个下班 那你为什么有时都十一二点回来 我们呢 就是我这人呢 特别爱交朋友 我们的朋友在一起了 这一个圈呢 跳完舞了 完了我们在一起了 就是每次晚上回家那么早干嘛呢 就是说出去吃点饭呢 就是说唠唠客了 回来晚点了 他就不乐意了 一般是几点啊 有时是十一点啦 或者最晚最晚十二点吧 那您那跳舞属于什么兴致啊 教育舞啦 或者那个有学学拉丁舞啦 那就是跟这些舞伴吃饭是吧 对对对对 也没别的 他就老怀疑呢 小心眼儿 他不是怀疑 就是的 不能太多次数了吧 今天怎么回得这么晚了 今天又喝酒了 又吃饭去了 又跳完舞 又去聚餐了 那家里还要不要我 那特别爱交朋友 那么你交朋友我不反对 谁都喜欢交朋友 你不回来我就睡不好觉 我乐不乐就在家坐等你 我回来还特晚吗 我哪天晚上也都回来吧 那你是天天都这样吗 到底是隔三差五 还是每个礼拜天天都这样 就一个礼拜 那有一天两天在家里面是好意思 基本上都处不是唱歌就跳舞 明白了 全是有朋友 全是有缺 那你们俩现在在一起晚上 在一起一周能吃几回饭啊 能有个 基本上家里可以说不开火吧 不开火啊 想吃点就要点 跌了点回来就完了 他这银子手发 要开火吧 可能做好了 可能还不能吃银子走了 我哪次不都是把饭做好了 咱俩一起吃完呢 我得出去玩啊 是不是这样的 有时饭还能吃完 电话来了就走了 我自己在那孤独吃啊 就感觉我也是 我也有点 您是觉得 不管说算是个伴儿是吧 看那个伴儿老不在 咱那也不愿管这事 也不愿扯这事 然后呢 说来的话 小年轻都没有他打扮那么耀眼的 你说买这些化妆品 你做做各八小时 硬得着啊 你都好到我自己打扮那个 腰子照展的 干嘛 出去干什么 我都不喜欢看 你给我看 那我不喜欢看 那你出去跟我去看看 你还不理解女人的信了 不不这个 她那用在化妆品上啊 买衣服上的钱多吗 不敢多说吧 保姐说啊 一个月一万块钱 最低的了 我一个月一万块钱花的 你知道我都逼了这个价呢 你管没管这个价呢 你这么说呢 我很伤心 你得伤心 我就说啊 以前呢 我生意确实不错 我经常也不在家 钱你都随便花 你爱咋花咋花 我根本不去计较这事 接两三年说新的话 我金钱项目太少了 也没有多大 说那个靠赛 是不是啊 天天的 你说看见衣服就美 看见这个好就拿 你就加你那个柜子 你就你那个衣服啊 不敢开门啊 你说不是我自己画的吗 都没打开 你说每次不都为了你吗 你出去 有钱都没折 那个衣服都好几 好多好多锣啊 你说你就这么花 我能扛了吗 我都是为了你吗 我根本都没往我身上买什么衣服 这个我认可 事实上呢 我处于建客户呢 那就是我圈里朋友 和我列舞上的往来 你也是为了我 让我穿得好点 让我打腕得体点 那我认可 可是呢 我现在不需要要求这个了 我说我现在不想做生意了 也不需要有套外套 出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在我身上再花钱了 就是对你那一年说 也不需要再消费了 差不多得了吧 现在生意不好做了 那我们要将来要考虑的 我知道生意不好做 我都知道 我理解 所以说你不要 一说你就这样 一说你就苦 你这人呢 怎么说就是不理解你了 那我就磕磕的 够够的 我没法和你再说太多 再说多怎么办 我觉得我很无奈了 我问问 就是两位处了11年了是吧 对 你们之前有过婚姻吗 都有婚姻 有孩子吗 有孩子 孩子都大了吗 大了 你们在一起 孩子们都知道吗 孩子知道 他们怎么看呢 孩子也挺理解的 那就没啥阻力 你们俩为什么没领证啊 11年下来 你想领证 不要紧 领证啊 咱几次喝饭喝水 都可以可以办 一张紫儿的事 说今天下去去领证 都能办 但是呢 你现在这个表现 让我感觉 我还在考虑 不太敢去 我这也爱打扮 我将来后半生 前半生 我拼死拼活 那我后半生 有没有保证啊 你等天在外面呢 喝酒啊 喝得五米三刀的 你来家了 一天的话 唠唠叨叨叨叨 早是一天后扩张打张 那我心里不发 不发气啊 不发闷啊 你记住什么呢 那我是天天不迟吗 有没有用你管呢 这个家呢 哪样不得我管呢 我给钱拿了一家 你花就得了呗 什么事都我做了 那用你干嘛 你光知道挣钱 家里一切都不管了 什么东西 你不是 你是整天没 那你就承天保护 我吃点了 我喝点酒 我和朋友聚一聚 那这不太正常了 我 你和朋友聚 你和朋友聚 整天晚上五了半夜回来啊 我知道你是在外面 干什么呢 你是有心化呢 是怕我花钱 为了你怎么 这个家完 花钱花多了 你现在是外面有心化的 要你不能这样 怕我花钱 你就是这样的人 接着呢 是你个人想法 这个过去是不是 按他的说法 是这两年 他消停了 在家里了 是吧 对对对 过去是不是晚上 他的应酬多 你的少啊 对对对 是吗 他真的就不在家 你不管理这个家里 你承认啊 去过去呢 我基本不做家 一年当中啊 在家里 可能又是两三个月 因为全跑外吧 做东西嘛 就近两年 我什么不干了 在家里啊 可能就是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又想在一起 又不知道怎么处 对 因为过去的相处模式 大概更像是 激情约会 是吧 是 一年有那么两三个月 在一起 现在真的踏实下来 又不知道两个 各自有过历史的人 各自有性格 和自己交往圈子的人 对 怎么去相处 对对 又怕对方跑了 又不知道怎么留下来 就用各自的方式 刺对方 对吧 他就是叙道你 对 你就是跟朋友去 喝个酒 跳个舞 是吧 所以钱的问题 陆陆续续的 各种问题 扑面而来 对吧 对 那怎么办呢 老师们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看这个 大哥大姐的事啊 像个反转剧 在一起 十一年了 三年前 大哥老在外面 对吧 大姐是没有安全感 一心扑在家里头 结果见不着男朋友的面啊 因为大哥你老不在家 给他关快一定很少 所以他必须得要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有自己的存在的价值 所以他爱上了应该是跳舞唱歌 所以呢 三年前开始 你们俩就反转了 您在家里了 一周也就出去一两回 但大姐反而次数多了 对吧大姐 美丽的直呼你看 对啊 其实大姐多不容易啊 为家里付出 至少得八年左右啊 那这儿她极度的不安全感 现在让你也尝一尝 这种不安全感 所以啊大姐 你现在也能感受到 大哥的那份心吧 因为现在的大哥的感受 就是曾经你的感受啊 感同身受 所以解决你的问题 其实特别简单 因为都曾经有过类似的感受 现在或多或少 让对方感受自己当时吃过的苦 所以啊大姐 真想跟大哥领证吗 真想在一起过日子吗 你想 应该怎么做 大姐你应该很清楚 作为小弟的 就想看你们能够幸福 其实很简单 两个人一起出去多六个弯 不比那些跳舞啊 来得更实在更幸福 而更能长久 好谢谢 刘老师 两位都比我年龄大啊 但是我还是得说 我想先说说这位先生 前八年 你因为不能长相厮守 所以让这个女人 自个儿能乐呵 自个儿能够寻开心 自个儿能够照顾自己 等你回来的时候 她又漂漂亮亮的 哎 能满足你的虚荣心 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八年之后 三年你回来了 你这个时候需要的是 一个在身边的 能够一天三餐的 饮食起居的 照顾得特别好的 油厅的倒了 不用您服的 她都给弄好了的 你需要这样的一个女人 但是 女人不是机器 不是你需要她怎样 她就是能怎样的 而且十一年 没明没分跟着您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 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下 她不自己寻开心 她能怎么办呢 而这位大姐呢 我不是男人 我要是一个 五多岁的男人 我也不跟您结婚 不放心 刚才小片后边一看 一身红裙子 披肩发一看 呦 是一个小姑娘 回头一看 是个大姐 女人的美 不同的年龄 有不同的美的状态 二十多岁 美的是青春 是脸蛋 三十多岁 美的是个性 美的是我们的 拼搏的状态 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美的是什么 是气质 是优雅 六十多岁 美的 六十岁以上的 美的是智慧 是慈爱的一颗心 这是不同年龄段 女人美的一种呈现 所以 我理解 我们 我觉得作为女人 我们要在不同的年龄 呈现出不同的美的状态 而作为一个女人 真正美的 是让自己的家 自己的爱人 都特别的开心和幸福 那这个女人是最美丽的 今天如果能够 意识到这个问题 您陪她一块跳舞去 陪她一块唱歌 作为旁边的一个鼓掌的 欢呼的 旁边男的 别的男的一看 又你看人家有互花使者 人家还就直接就撤了呢 这不是 这个老师说的 也很好吗 是啊 就是咱们互相体谅 互相陪伴 都不要让所有的改变 都从对方身上来 我觉得 其实还是可以的生活 谢谢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胡老师 婚姻情感的好坏 和日子的长短 没有什么关系 听上去十一年 十多年 这两人感情 应该是情深意重了 可我不这么认 我特别想不通 两个人十一年 却没有一纸婚约 没有结婚 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人是哪个年纪 就应该有哪个年纪的审美 和家庭观念 如果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 看上去打扮得像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生 就多半有点让人感觉 不是那么适应 刚才这个大姐说 家里事基本上是你操持 跟同年龄的人的女人相比起来 你也更多把潇洒花在了自己的娱乐上面 当然这是你的权利 我无从指责 我只是指一个女人到了五十岁 应该有五十岁的优雅 勤劳 持家和知性的美 而不是美在那表面上 大哥五十七快花假了 按道理来说 也应该更多的懂得 在家庭生活当中 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你说一个女人不明不白 但是你十一年 你是给她花了钱 但是在这十一年当中 你作为一个家庭的经济承担者 你在情感上 精神上 以及最简单的名分上 你又付出了多少呢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们已经到了这岁数了 该过日子就过日子 如果还是想要自己潇洒地过下去 那也是你们的自由 那就不要去怨恨彼此对于家庭的不付出 人只能落一头 要么潇洒 要么在家 在家得到温暖 但可能承担更多 潇洒 确实是潇洒 但是潇洒完了之后 没剩下点什么 所以最后我就是一句话 多长点心 少点埋怨 谢谢 谢谢老师 你现在基本上就等于自己放弃了生意 这就算我们说的社会角色的大转型了 对吧 退出了所谓的舞台嘛 心里肯定是空落落的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陪伴他的人 但他发现这人不是 所以很简单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务实就最好 如果他不是 不要试图改造 你也改不回来 娶回家了 给他挣了 他也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 相夫教子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 是习惯吧 对 要不然就这么在一起 不要互相挑剔 有个依靠 要不然咱就踏踏实实地分开 来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这个刚才老师讲了这个 我听了一下 这是甚述感受嘛 很多事情呢 可能考虑得不够全面 也考虑比较自私和偏激一些 所以说阿杰这个年代呢 考虑一下 如果是下一个呢 我是这样想的 既然这个 他跟我了十一年吧 十一年必定有我们之间 内心沟通的东西 那么家里一切事呢 照顾来还是可以的 如果在这方面 就是跳舞啦 花钱啦 咱们在私下呢 再好好谈一谈 希望能有所改进 谢谢 回吧两位 考虑清楚啊 谢谢你们 请回 这算是一段十一年的恋情 来 请关门 看起来好像是男生提出的要求 希望女生改变 其实在这个背后 我们又看到了 女生有点急着要嫁 这到底是因为急嫁和不娶之间的一个冲突 还是因为生活习惯上的一种冲突 很难说 但是你看到这儿的时候 你会觉得 生活你就是得对它严肃认真 否则 你开生活的玩笑 生活 只要对你一微笑 你发现 你可真就受不了了 这一对 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呢 请开门 主动点吧 我就提一个要求啊 你带他跳一个舞 来来来来 放音乐走两步就得了 来来来来 来个三步 跳得好多人 他是不想跟他跳 行 问一下 你是不想跟他跳还是不会跳 咱说实话 我咱说实话 大哥咱说实话 就会基本步这么几步 一点话要不懂 跳得很好啊 因为 又音乐欣赏听信响 又音乐欣赏 我愿意欣赏 你愿意欣赏 为什么他跳舞的时候 你不跟他去啊 感觉不舒服 为啥 随着别人搂着他 你不舒服吧 我是不太喜欢跳舞 这个东西 得了吧 能为他放弃一些 生活上的那个习惯是吧 能能 确实啊 能 确实 行吧 赶紧领证吧 别拖了啊 来 尤其我们的小丫头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见证一下 属于这对青春恋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以后我的幸福呢 就照顾你 就为你着想 这个希望你能以后做顾家乡 好不好 谢谢 抱一下抱一下 长抱一下 长抱一下 哎 抱一抱抱 哎 哎呀 对对对 这送给您啊 药保十一北施 谢谢谢谢 好好保养 快乐生活 谢谢谢谢 请回 谢谢